本日, 伍師傅,你好 你好,榮埔 你2024年就屬於是龍年 屬狗的朋友今年的健康是如何呢 狗和龍是對沖的 所以叫陸沖 剛剛隔龍圍所以叫陸沖 所以小毛病多些 多病痛 人家感冒打過一次 你就大感冒了 所以屬狗的朋友 真的要注意周圍環境 注意休息 以及多些運動 這樣保證健康好些 還有因為始終沖泰稅容易衝撞 所以開車操作危險的工作 都要加倍小心一點 屬於狗的朋友事業又如何呢 狗的朋友今年因為沖泰稅 一定是要比較保守一些 但是今年那個哲學思想 那個口才 藝術方面的收養 其實相當不錯 所以看看行業是什麽 如果去做宗教 哲學有關行業 展廣啊 娛樂事業啊 一整天要去這裏去那裏 其實都OK的 逢沖必動的 因為越動越好 那他們的財源方面又如何呢 沖泰稅最早期賭博 所以賭錢不用問啦 股票都要小心一點啦 尤其是那些虛擬過 太虛擬的東西都不好 正正經經經 正財方面著手好些 嗯 那他們的感情或者分針方面 太虛擬也都煮爭爭的 所以呢 多些聽就少些爭拯 不信的東西呢 就撥一聲吞去好些 這樣對人呢 也都比較謙信一些 不要增強救性 過了這年就安全了 好啊 麻煩你了 吳師傅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